《反藝術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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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fi先生,你好 《反藝術宣言》 是由展覽裝置藝術的形式拍成 由影后Kate Blanchett 一個人去分析13個角色 可謂非常大膽創新的做法 這部電影沒有特定的劇本和劇情 它跟傳統的電影不同 所以很多觀眾都看不明白 因為它沒有故事情節 你認為這部電影的看點究竟在哪裏? 所謂故事情節是甚麼? 因為如果我們在說戲劇作品 故事情節 停留在我們還在說 史坦尼斯拉夫斯基 或者易卜新說的 《起承轉合》 這部電影的確是沒有故事情節 但在我們現世代 其實我們已經習慣看了一些沒有情節的故事 我們叫做甚麼? 非善性的故事 非善性的故事是否沒有故事呢? 不是的 只不過它不是從起承轉合的角度 去說一個故事給你聽 所以在《反藝術宣言》這套作品裏面 我會覺得 如果你打算用一個很簡單 善性的想法去看這個故事 首先 你就是去了一塊餐店 叫碗雲吞麵 你不是要那樣東西 所以其實你一定要調教自己看東西的方法 首先 你不要當我要看一個善性的故事 好了 當我不看善性的故事之後 然後你就會很獨立去看了 十二個單元 十三個角色 究竟當我看完之後 最終的共通點在哪裏? 《反藝術宣言》其實最重要的是 這個德國的導演 他是用了上世紀很多藝術家、政治家、武道家 他們窮一身的經驗 講了他們對藝術的想法、的宣言 影響人類的歷史發展的重要的講話 然後去再用一個新的方法 去講一次給觀眾聽 而這個方法是什麼呢? 就是講一個場景設定的方法 舉個例子 當我們要跟學生講校規的時候 我們的想像一定是在學校的範圍裏 但是原來當我們講校規的時候 突然間放了在一個很奇怪的空間 譬如說在一個disco裡面 在蘭桂坊那裏講校規 那你就會發覺 咦?那個空間很有化學作用 為什麼校規會在蘭桂坊的場景那裏講的呢? 究竟那個碰撞究竟是什麼呢? 整個《反藝術宣言》 其實導演就想用這種碰撞 令到觀眾再重新看一堆 這十二個最重要影響人類藝術歷史發展的宣言 究竟在這一刻的價值還有沒有呢? 所以我會覺得當觀眾看這套電影的時候 首先一定要放開心去聽究竟宣言是什麼 同時要看究竟導演設計了什麼畫面給我 然後再慢慢拼合 找到一個共通點的結論 究竟現在在我們現今的社會 藝術宣言的意義還在哪裡呢? 那這套電影的名叫做《反藝術宣言》 當中的內容都高呼 當今藝術全部都是虛假的 但是導演就用了電影這種藝術形式去反藝術 那為什麼他要這樣做呢? 這種做法有什麼好處呢? 首先這個德國導演他不是反藝術的 其實他跟觀眾玩了一個遊戲 是正話、反說 他的口是正在說反藝術 其實你看完一套電影 你會發現他是極之支持藝術的 他是一點都沒有反道的 至於你說所有藝術都是虛假的 只不過在十二個宣言裡面的其中一個 藝術家這樣認為 不代表導演的取態 因為導演要考慮的是他要選擇什麼的宣言 然後再重新去演繹一次 在裡面你看不到導演究竟怎樣批判那個宣言是對還是錯 他是很少批判的 他只是帶領觀眾去思考 因為這個德國導演有一個信念很強的 他認為電影是帶領觀眾思考 而不是給觀眾答案 所以當他不是給你的答案 就不存在他要告訴你 他要反藝術 他是要令你思考 藝術是什麼 這個最重要的命題